那正确答案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大家刚才都认为这个红腐乳可能看起来很鲜亮 大家都觉得它可能加了人工色素 但其实呢我今天要公布的正确答案是 B 菠萝果酱 为什么红腐乳它没有加人工色素 咱们红最开始呢有一种叫做红曲 那么它呢在这个加到豆腐里 作为这个豆腐发酵的原料 那么这种红曲米呢 就会逐渐的衍生出了这样叫一个红曲红的 这样一种天然的色素 所以豆腐乳里面的那个 我们看上去很夸张的大红色 其实是一种天然色素 是的 没错的 那盐菊鸡呢 盐菊在烹调里呢一种是用姜粉 另外一种呢还会用这种黄色的质子果 那么不论怎么说吧 它们呢这种色素来源呢 其实都是我们天然的食物 那菠萝果酱其实颜色 其实和菠萝蛮相似的 它为什么还要额外地再加这个人工的色素呢 为什么一定要加这个人工色素呢 我们下面就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的天然色素和我们的人工色素 有什么不一样的性质 好 一说到这个人工色素和天然色素 可能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都觉得哎呀肯定是天然的好人工的不好 其实告诉大家真的不见得是这样 今天我们就用实验来给大家验证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呢只有两个试管 试管里面呢是两种色素 是的 那么一个呢是人工色素 一个是天然色素 通过往试管中的色素溶液 迪加酸碱试剂的实验 两次加入试剂的人工色素 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而天然色素在不同的酸碱环境中 均发生了变色现象 因此可以证明 天然色素的性质相对不稳定 更容易随着酸碱 氧气各种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食品中如果都使用天然色素 就会太容易发生食物眼色现象 想要长时间保持食物色泽诱人的话 人工色素 何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添加剂呢